这是我们道任股费 TPV的智能化工厂 从全流程实现了 车间物联 数控 数量统计 然后每个车间的五指化 实现了从中控室 可以管控现场的一个流程 通过这个智能化工厂 我们这个TPV的产品质量 得到了稳定 提高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所有的生产数据 可以从导致数据表清晰 而且我们可以进行重点的管控 中间过程各种报警 可以在数据中心 进行调整控制 道温从2005年 就正式的现这个TPV的 这个产业化进军 实际上道温是在 应该说在国内 一片的质疑身中 那么发展这个产业的 很多人都不先信 在道温这么一个边陲的矫正 能够去糊化 这么一个既有国际前沿的 这么一个产品 那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在当年的情况下 全球仅有四个国家 既有这个生产的技术 那道温当然那年成功了 变成全球第五个 这个产品呢 它确实有它很大的生命力 而且技术很前沿 市场应用容量很大 它呢应该说是解决 传统线胶 或者不可回收 还有黑色污染的 一个重要的一种途径 所以全世界各国 都很重视这个技术的 研发跟储备 在2008年的时候 国际的500钱 很多企业 知道道温成功了 就想过来买 把这个技术买回去 那道温当时 我们董事长就坚决了说 这个因为我们 要发展自己 叫民族的企业 它就是民族的工业 叫民族的技术 所以我们就坚决 把它推掉了 我们坚决自主创新 自主研发 从今天去看 我们成功了 就目前我们已经是 在国内 遥遥领先的第一 在前期我们可以 排到第三 道温股份检查中心 是中国CNAS认可的实验室 我们出去的检测报告 在国际上是可以互认的 这台设备呢 是我们从德国引进的 高低温万能拉里实验机 它的测试温度 可以做到低温零下80度 高温做到量上250度 它可以在极限调节下 做一些测试 这是我们那个 联产3000吨的 这个氢化丁氢线胶 也是这种特种线胶的 一个专制 这是我们自主设计的 也是打破国际垄断的 一个专制 前就目前为止 只有日本的瑞瘟 跟德国的南胜 这两家公司生产 那么我们中国 这个应该说 也是打破了国际的垄断了 我们就做材料的企业 那么我们有一些核心的产品 我们也做一个产业的地方 比如说从容喷料 到容喷布 到口罩 这么个过程 重点我们还是做我们的材料 就是容喷料 那么我们做到容喷布 跟口罩的最大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考虑 我们通过下游的应用 来促进我上游材料的 研发的能力的提升 我们刀恩始终是围绕了 国家的重大的产业需求 和重大的民生需求 进行的产品研发和销售 那么在整个国家十四五 制定的过程中 那么刀恩也会围绕 这样的一个国家十四五的战略 而展开我们的研发 那么为我们山东的新材料 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